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Facebook 的朋友大家好 Share News 的朋友你们也好 今天是14日 星期一 好像有缓和的气氛 很相似 因为今天有话要说 央视好像大陆那边 有些信息说 他们已经有个协议的框架 签不签了一件事 有个框架性的协议 就是要写下的宪法 你不可以进入北约 或者不可以进入所谓的组织 北约组织 或者是一些 有些带有军事的组织 OK 今天下午6点半好像 有计划 在哪里又没有说 不用说 是网上 是网上聊天 是网员来的 如果一切好 我相信那些币架可能在今晚有些突破 一切不好 币架价价价价价价价弱 还是能够远一点 或者远一点 嗯 BDC 是3万7,800 左右 3万7,800 所以其实是终于一个区域 上次也说 上过4万多 4万4 回来就3万7,800 其实跟去年5月19日 后来的第一波行情很接近 其实基本上差不多 但那一阵的ETH没有跌得那么深 这阵ETH那些就变得深一点 BMB的ETH那些 从图表方面我们不需要多说 我相信你们每个都是专家 看得玩得的那些基本上都懂得看图 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三件事 今天第一件 这周大家都是看着乌俄两个国家的东西 FOMC 除此之外 只有花边东西 不如说一下花边东西 第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分析机构 叫做WealthX 它分析了 他们叫做富人有钱佬 他们有钱佬的定义就是 有五百万美金资产以上的那些是有钱人 好 Wealth有五百万美金以上 那他就分析一下他们 哪些类型的人会比较多些投资在这个虚拟方面 OK 那是企业家 男女 年纪 还是怎样呢 什么结果呢 结果就是 如果这些有钱人 不是由上一辈 早一辈那里得到的遗产 即是继承下来的 是白手兴加的 白手兴加的人来说 就更加多比例的人 是会参与这个虚拟投资的 这些人其实对市场触觉很高 是 有冒险精神 是 等等 我相信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传统的 现在你看到过往来说 也看到一些传统的人士 就比较是保守一点 就即使你现在到现在这个moment 北非特也好 Monga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抗拒的 是有一定的抗拒 北非特最近好像是 间接地投了一些 虚拟相关的东西 但就不是直接 不过这个是因果的问题 不知道谁是因果的 可能是因为他有钱 他白手兴加 他就更加喜欢冒险 去做这个虚拟投资的东西 也可以倒回来说 因为他喜欢冒险做了虚拟投资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变得那么有钱 没错 因如果 不过有一件事就是 一年多他也没有说 没有说 另外一件事就是 如果是参与虚拟投资 这些有钱人来说 他们是更加乐意去做这个捐献的 更加慷慨去做捐钱 这个结果是很有趣的 他们正所谓赢了不争在 输了不自在 愿意是回馈社会 回馈在有需要的人士 很有趣的 这个很随致 很有趣的 我们有很多观众 都是虚拟界的人 有些投资 我们标签为有善心的人士 虚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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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说英国 其实英国也有不少 atm crypto的atm机 现在据统计有80多部 但是 FCA的金融管理局 金融行为管理局 金融行为管理局 他就说 现在在整个英国来说 有30间公司 从事crypto方面的公司 已经满足了 反洗钱 ML 那个法规 已经得到那个注册 可以从事crypto方面的 但是 可以营运这个atm 是要另外特别申请批准的 目前在英国 是从来没有一家公司 得到这个注册 这个批准的 所以在英国 现在所有的atm机 都是不合法的 这样就随之了 所以他就呼吁了 投资者要很小心 不要光顾atm机 恐怖的 这件事可能就需要 一些有牌照的公司 即是有他已经 accredited license 的公司 跟他申请 申请 一个atm的东西 因为他这个有点像 香港有个七仔牌 叫atsm的牌照 是 就是说 你这些人要提供一些 硬件的 一些 或者是soft engineering 上面 做的 做的 一些 product 出来 而是去做 生意的话 包括现在 其实很多 叫做 我们的broker 行 很常用的 证券公司 其实broker 行 里面有一套 trading engine 那套应该要申请atsm的 你要取得 承认的 承认之后 你就会取得到atsm的 现在香港的 crypto 公司 包括现在我们 只知道一间 比较出名的 叫做 OSL OSL 他们其实都是 取得了七仔牌的 因为他们有个 trading engine 你有一个trading engine 你就新了七仔牌 当然他好像也申请了一仔 Trading engine 你才可以 去provide service 然后由于你要收 customer money custodian 你就要取得一仔牌 Sales of crypto product 因为你要给VIP 我们叫做PI Professional Investor 所以 香港的特别是 用ATS牌照 去帮你 因为证刑部一定是 你一定要在他的牌照 的regime 里面 他才可以管你的 就像其他什么 伦敦金 他不能管的 因为他也不想管 就是祸气那么重的 他不搞的 是吧 不过现在香港 那些 方案的ATM 他们叫做ATM machine 不知道是 受谁的例子去监管 因为他们现在很常 包装成一个 vending machine 售买机 你入现金 他就卖 那个product 就是BTC ETHR USDT 在这个时刻 没有发规 是over the counter 做法 是wending machine 我相信 暂时的 不要说是流动 是 可 运行的空间 是 OK ATM机的交易 大家是要小心的 是 等同步电脑交易 走到急部电脑 OK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说一下 亚买加 Jamaica 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Jamaica 就开始 落实地推出 CBDC 他推CBDC 对了 上年12月底 就完成了 一个所谓的测试 他就会尽快推出 现在 政府正式推出 Jamaica 是用什么 currency 是没有local currency 还是用美金 也有 美金不肯定 对了 有没有local currency 不肯定 OK 不肯定 再查一下 刚才看到的报道 他说 全国人口有17%的人 是没有银行户口的 OK 他这次 现在就推出了一个优惠 只要 在国内本身已经有银行户口 就会自动 配对 Wallet 自动配对 对了 只要 首10万人 去正式 登记开通的话 就会有16元美金等值 Airdrop 些 cash 给你 对了 反应就在他们当地 反应有两极化 有一半就觉得很支持他 就是创新 另一半就觉得政府为腐败 这些东西 当然有东西 对了 另外一个 光变他 整个条线都收了你的钱 对不对 就把钱跌下来 最近好像 最近香港也有很多问题发生 很多的配置物资 听说买个风扇 60倍 有些这样的说法 2000元一部抽起线 那部抽起线 条街怎么买 不同的 最多都是300-400元 有2000元 这些牵涉到政府行为 大家都是要谈慎的 我相信 作为政府方面的人员 我相信 都要谈慎 不可以让 有些有心人在中间 剝削了我们的利益 对不对 因为是富房收入 对不对 今天就说到这里 币家也是稳定 6点半后再见真章 好吗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好 比较早点休息 分享新闻的朋友 拜拜 Facebook的朋友 晴晴 拜拜 拜拜